本分局轄区县西乡在昨日在凌晨五点半左右发生一件严重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的起因是因为机车启事撞击到弹簧床垫而导致的 逃亡床垫经我们调查之后发现 该逃亡床垫是废置在废弃工厂的空地上 因为台风来袭造成床垫遭强风吹到陆中 自机车骑士闪避不及撞到 目前机车骑士在急救中 那河北分局在此呼吁民众如果将一些废弃的物品 移置在不管是空地或是路边 务必把它固定绑坨 避免催落到陆中央造成他人的交融事故 造成他人交融事故的部分 这部分可能会涉及或是伤害的行者 那本分局针对目前这个堂皇床垫的所有人 目前还在深入追查中